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你一个月前收到的 是 明叔说他一个月前回来的 但就凭这两个时间点 就敢肯定是他干的 不能肯定 没证据啊 但如果要是他干的话 那一切也都对上了 什么意思 苍蝇不定无分的但 你想啊 一个月前 立新集团陷入了财务危机 我们家呢 原来卖地的事打得不可开交 这个时候 如果他趁虚而入的话 那是一个复仇的 千载万逢的好机会 而且事实也证明 这段时间他接触了宏图 也接触了张立新买地 说不定那板专业是他记的 可他做了这么多事 好像一件都没做成 那是因为他没想到 一个月前我也回来了 我现在倒是在想 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绝没绝着 昨天咱们在饭店偶遇哈 我呢 是主动地想试探他 但是这小子也在旁敲侧击我 他为什么问我在哪儿工作呢 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饭 为什么最后他还跟我 去了一趟卫生间 这一趟卫生间 这不是奇怪吗 可是说来熟悉 咱们俩只是假想 没有证据能去证明 如果还是巧合呢 巧合 巧合太多了 麻烦你帮我定一份健康餐吧 我今天不注意吃饭了 好的 谢谢 客气 爸 喂 不好了 宁总 你那个同学 在门口和保安闹起来了 你别拦着我 你不能进去 我怎么不担心 我找我同学 我怎么不能进去了 不是 你 您 您 您别在这儿大声训 好好好 您要 您要 你给我出来 你不能进去 你不可以进去吧 您要你给我出来 你不可以进去 干什么 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我找我同学 你有什么资格 瞒着我呀 你要是我在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报警了 你报警吧 你现在就报警 看警察来的是抓我还是抓你 不是 帮我来 你冷静一下 好不好 咱有什么事好好说 干什么呢 你们都是一伙的 是吧 你们都是宁友派来的是不是 对 给我把他叫出来 不是 你 你 你听没听见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宁友 我知道你俩现在关系 你不方便说 但如果宁叔 真打你们家主意的话 这事还真的让宁友知道 防患于未然 没证据啊 他能相信吗 没证据也得说呀 让他直接打探一下 他到底想什么呢 他现在够糟心了 别打扰他了 他现在够糟心了 别打扰他了 别打扰他了 宁友 喂 田静野 麻烦你帮我通知一下 简红城 陈馨儿又来找我闹 他现在在我公司呢 赖着不走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让他赶紧想办法解决一下 芯儿去你公司了 对 我跟宝恩说了 暂时别报警 但他现在闹得挺厉害的 但我又实在不想见他 你帮我通知一下吧 谢了 宁友 我 对不起 这事我马上处理 那个什么 我们俩正好在一起 就这事 挂了 别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是啊 那行 我马上解决 江师傅 陈欣儿现在突然间来上海了 这样你赶紧去我家 看看孩子在不在 如果要孩子不在的话 你去那个 302的邻居家 看看小迪欧在不在 我估计 他有这么一个可托付的朋友 好嘞 好嘞 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联系 就这样 我回到上海 谁呀 物业检查 谁呀 我不认识你 小地瓜是不是在你们家呀 我问你 江叔叔 不错 喂 秦总 张姐 情况怎么样 照您的吩咐已经派人过去盯着陈秦儿了 但是没有楼边惊动她 您用那边 我也派人向她老板解释过了 不会对她工作有什么影响 行 那下一步吧 好的 秦总 好 你喝口水吧 谢谢 莫安大哥 你看咱俩这是何必呢 你要是不嫌累呢 咱们俩都这么耗着 反正我没工作 我可以一天待在这儿 我真的不能让你进 要让你进 我的饭碗就丢了 喂 刘阿姨 陈太太 出事了 小地瓜被一个男人带走了 她说认识孩子她爸 我想拦也拦不住 什么 被人带走了 被谁带走了 喂 喂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稍后再拨 帮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拨打的电话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 你不能进去 我看 我还拦人乔保了 还出生一次的了 怎么办 放开 那 那你 陈女士 你让开 杰总有话跟你说 杰伍珍 孩子 我接走了 好啊 没事吧 你把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 孩子不能跟着你 以后呢 小地瓜我抚养了 你也不用回深圳了 你还去哪儿去哪儿 杰伙珍 你太被逼我吃了 你要接着这么闹 好啊 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孩子现在挺好的 也许要顾好你自己就行 小姐 小姐 带我去见杰伯珍 她让我做什么 我都听她的 小小姐 带我去见她好不好 对不起 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没有这个权利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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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颖总 您那位同学已经走了 是吗 嗯 自己走的 王爷说来了一位女士 跟她聊了几句话 然后她就不闹了 后来就走了 好的 我知道 今天辛苦你了 应该的 儿子 你妈妈是有急事去忙去了 等你长大你就知道了啊 大人都有事要办的 爸爸骗人 爸爸没骗你 这不是让江叔叔去陪你了吗 一会儿啊 你让江叔叔带你去吃个汉堡 吃饱了以后回来睡觉 好不好 来 给米饭 别哼 来 给米饭 你放心吧 简总 一会儿上次那鱼儿嫂就过来了 这儿有我 你都挺放心 行 我也尽快订机票 让你带孩子来上海 好嘞 简总 刚刚您有公司的保安 给我打电话 说陈青儿二十分钟前 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那边 暂时应该不会有麻烦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有点奇怪吧 陈青儿说不来 你真不来了 也许真怕了 我在等等吧 那好 有事你找我 妈 你今天怎么回事 这么饿吗 工作压力大 需要发学一下 那我学习压力大 我也发学一下 你就回你 不是那个就学 嗯 推销的 嗯 放手 妈 推销的人叫陈青儿 快吃吧 快吃吧 凌佑 你真懦夫 你有胆对不起我 却没胆见我 我连电话都不敢接 我给你半个小时 我在你家楼顶等你 你如果还不来 我从你家楼顶跳下 死在你家门口 一辈子阴风不散 跟你天天见面 我回来 我回来 妈妈现在有点急事 需要处理 你能不能一会儿自己 吃完去爷爷奶奶家 嗯 妈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一会儿处理完事情 再给你打电话 好 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好 蒋红尘 陈青儿跑到我家楼顶 闹自杀 你能不能赶紧想办法 过去拦住他 吶葶尘 别回来 星儿 你先下来 有什么事情 咱们下来好好说好吗 你这会儿知道好好说了 你早上那个嚣张的样子 怎么不见了 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了不起了是吗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离不离开上海 离不离开解红城 事情真的不是 像你想的那样 我跟简红城之间 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明明已经结婚了 你还要霸占 那简红城的心 现在居然无始得 还要霸占别人的儿子 星儿 你不怕那儿子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星儿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先下来 咱们把事情讲清楚 好不好 我告诉你我说的是什么 你和简红城合伙起来 搞调虎离山 拿照片把我骗离深圳 趁紧把小迪瓜夺走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到底离不离开上海 我 陈芸儿 陈芸儿 下来 下下下 你别回来 你下来 行吗 别闹了 好不好 咱好好聊聊 孩子是我带走的 跟您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下来 你下来 下走 你终于肯来啦 你终于肯来啦 电话 微信 拉黑我 他让你来你就来了 你可真够听话的人 你们俩要没事 鬼才信哪 你都找到人家这儿来了 我能不来吗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干什么啦 我干什么啦 我跟他我们俩是偶然碰见的 是曹老师拉我们照的相 当时好多人在 他弟弟 派的 你要不相信 你打电话给天晴也 你打给曹老师也行 为什么那么巧 为什么你们同时出现在饭店 为什么你们同时遇到曹老师 为什么让我看到那张照片 钱红尘 你想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小地瓜放在深圳 你不管不顾 你跑到上海了 为什么 不是为了他吗 你又他老公进了监狱 马上就要离婚 这么多年了 你就等着这一天 你就等着跟他丢情复燃哪 来来 下来 下来 你别管 陈欣二 我跟景洪诚 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我们两家是仇人 杀福之仇人 你说什么 我们两家是仇人 杀福之仇人 有一家是仇人 行了吧 谢也谢过了 闹人道往了 走吧 去哪儿 回深圳 别个人添麻烦 那你把小地瓜还给我 有什么事 先出去说 你要是不还给我 我就不走了 你觉得今天还不够丢人数吗 我知道我错了 别逼我了 行吗 咱俩谁逼谁呢 是你逼我好吗 行了 今天已经够晚的了 景文成 要不你先回去 馨儿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其他的事 明天再说吧 行吗 还要不然 去吧 我已来 你到底晚上怎么样 馨儿的事处理完了吗 馨儿的事处理完了吧 馨儿的事处理完了吗 咱俩呢 走 我先去找一个 我先去找一个 跟周朗 咱俩都想去找一个 来 要不明天你陪我去趟深圳吧 行啊 要干吗 我想回去看看孩子 然后跟陈欣聊聊 关于孩子护养的问题 也知道我们俩 俩人在一起 大眼瞪小眼的 多个人能好点吗 行了 等我吧 好 还快走 等我吧 好 好 早就够了 聊聊聊 轮在报线 聊聊聊 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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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感冒灵喝了吧 好好睡一觉 让你见笑了 你又 咱俩聊会儿吧 咱俩聊会儿吧 大家好 我是宁佑 欢迎 欢迎 我是陈心儿 秦亮 帮着我 我听说你也是淋水的呀 那咱俩是老乡呢 幸会 幸会 那以后多多关照啊 嗯 怎么了 你会挂尾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个样子真好 这个样子真好 就像回到了 我们俩上大学时候的样子 你应该都不记得 我当然记得 那时候 你每天早睡早起 准时熄灯 从来不参加卧谈 我们都教你成规矩 那个时候啊 那我在那边只有学习 所以啊 毕业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 能进到那么好的公司 当时我们都很羡慕你呢 那有什么用啊 人都是会变的 人都是会变的 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能干什么呀 脱离社会十几年 身上也没有一级之长 身上也没有一级之长 这辈子 算是坏了 怎么会呢 当初为了帮简红成 我偷了公司的票售 要不然 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飞黄灯塌 你再看看现在 她不但逼着我离婚 还一直跟我争斗 小地瓜的抚养权 还是每一个靠得住 那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呢 你那么优秀 如果你现在想独立 不再依赖别人 凭你的能力 你一定能做得很好 你要相信你自己 馨儿 谢谢你的开导 很抱歉 我之前误解你了 以后 我们还是好姐妹 希望你我都振作起来 不管生活多么不堪 我们也要积极面对 好 好 像这个歌 那边,是个带着 叫一个幸福 叫一个一朵 叫一个写秀 叫一个冰淇淋 叫一个冰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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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呢 喵喵喵喵喵喵喵 小乖乖 有消息了 姐 这方面我是真不太在行 你说的那个宁慧 我是真没找到 但去了之前她的医院 好不容易掏出了一个 她同事的地址 要不您去泼泼运气 也行 你先发给我吧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找谁啊 您好 请问您是以前在人民医院工作的陈大姐吗 你是谁啊 我是宁慧老公以前单位的人士 听说以前你俩特别要好 所以想向您打听一下她的电话和地址 你有什么事吗 我们查出来呀 他们家还有工商抚系金没领 所以我想给他们送过去 我跟他有将近三十年没联系了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他住哪儿啊 要不这样吧 陈大姐 你告诉我他的电话和地址 我给你五千块钱感谢费 行吗 你什么意思啊 还嫌少啊 一万也行啊 不是 不是 我是真的不知道 要不你把名字和电话给我 我回头问问老同事 看谁见过他没有 你不就是他老同事吗 还问谁啊 秦慧 你陈泰 你们家商人 你还有脸在这儿过爱生日子 评评嘛 打吧 干嘛呢 这专etera医院 叫你带着什么 陈大姐 你放心 我没有恶意 我 我真的是想 把钱送给他们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找别人吧啊 这老东西 什么人啊 这都是些 这什么人啊 怎么听腔调的 就不像好人 她就是当初 打宁慧的那个女人 不知道为什么找不来了 我得找机会 提醒一下宁慧 让她当心起来 你不知道 当初那件事 宁慧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明天就走 宁总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的吗 我还有些事情没办完呢 那最早也要下个星期啊 你着什么急啊 不是我着急啊 这是行事所迫啊 我也是行事所迫啊 兄弟 我 不瞒你说 我还有点私人的账目 没有转出去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不是 张总 你八千万都到手了 你差这点吗 老弟啊 可不能这么说啊 老哥我是上外边去奔命去了 那钱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再说了 这些事我要是不干利索了 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那不也是麻烦吗 所以你不要着急 事情办完了 我自然会消失的 所以你要钱要命啊 你现在不走是吧 那你就走不了了 你这什么意思啊 请问程在查我 他查你 查你什么 查我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你 现在你比较危险 我明白了 你看这个事 虽然出主意的都是你 但是损害简家的事情 都是我干的 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查不到你 可如果他顺藤摸瓜地查到了我 我可就解释不清了 看来还是逃不出简红成的手心啊 所以现在得走 才能解决问题 我明白 我明白 宁总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连累你 明天晚上我就走 行 谢谢李姐 你等等 宁总啊 我想既然简红成盯上你了 不如你也赶紧离开临水 找个地方避一避 这样安全有保证 不是 这事你不说我不说 他查不出什么 简红成可不是一般的人哪 他现在是查不出来 可是你能保证 他永远查不出来吗 宁总啊 咱们这个计划 如果真的是万无一失 简红成怎么会盯上你呢 宁总 我走之后 简家肯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这不光是损失了八千万的事 恐怕他们几十年打下的基业 也会动摇 这三姐弟 也会一蹶不振 依我看 你这个复仇的目的 这就算打倒了 再在这儿待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看到简家彻底倒下 我不会走的 彻底倒下 现在还不够彻底吗 比如说 兄弟 听老哥一句话 我是上了岁数了 这辈子也就折腾到头了 你不一样啊 你还年轻 就为了争一口气这种事 尝到点甜头就得了 千万别再把事闹大了 咱们退一万步说 当年那个事 要是细究起来 那也是你爸捅人在先呢 你说什么呢 张总 什么意思呀 怪我爸捅人了 是吧 当年那个事你不是知道吗 我知道 你不清楚吗 如果不是简家 逼我爸 逼我爸辞职 扣我办公司 我爸会捅他们吗 最可恨的是 我爸都不在了 他们简家来我们家砸 骂 骂 逼我们走 二十年 是 他们简家是发展起来了 简家厉害了 我们呢 二十年的颠沛流离 谁给我们负责任啊 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去吗 你能咽得下去吗 过来 张总 我谢谢你当年 当在我跟我姐面前 救了我们一条命 你照顾你自己 安静走 好 别别 儿子 先别淒了行吗 我气了啊 你妈不是故意的 妈妈就去上海 找爸爸待了一天 这不回来了吗 说什么 原谅他 原谅他 好 你看 你看 你妈还给你买一堆玩具呢 在上海 这有拼的 有这个汽车 你最喜欢的 看这个 还有你最喜欢的汽车 好不好 跟妈妈一起玩 那 那个 爸爸给你买了吃的 还有这个玩具 各种 你看这有猴 以后看着猴就想起爸爸 好不好 还有吃的 看看这个 这妈妈给你买的汽车 你真不玩的 我不要 行 假的也没什么玩的 来 爸爸一会儿带你去游乐场 玩真的好不好 好 高不高兴 高兴 走 换衣服店 去游乐场喽 好 好 哈哈 好 好 這些 好 我和这家什么 要什么儿子 我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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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包一下 好的 行吗 还有什么儿子 这要吧 不知道 看看 来 看猜猜 来就能了 扫了 说到 好嘞 拿点儿的 热不热 没事 没事 走 走了 小地瓜 那时候吃饭的时候 妈妈是怎么说的 吃饭的时候要异心异异 不可以老想着玩 把车给我 不听妈妈的话 给我 听话 把地瓜 儿子 这车呀开一会儿得加油 你放爸爸那儿 爸给你加油 好不好 咱吃完再玩 油加满 加满 来 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你都忘了吗 坐直了 两只手要起放在桌子上 不可以这么懒懒散散的啊 对的 吃个饭嘛 还是想怎么吃怎么吃呗 那从小不把规矩立好了 以后长大了一身臭毛病怎么办 怎么这臭毛病啊 这孩子还小呢 儿子 怎么舒服怎么吃 好不好 来 张嘴 对 不是姜沐上 你故意要跟我唱反交是吗 没有 我在给孩子立规矩呢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我对着来 不是 你立规矩是不是有过程的 两分钟说一次 孩子吃都吃饭 吃饭就应该有个吃饭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就应该要安静专注 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这么教我的 老师也是让我这么学的 你这样胡乱教她 到了幼儿园 这养成患毛病了怎么办啊 我妈没那么教我 你什么事是不是有个场合 孩子还小呢嘛 你要这么教育 这孩子以后天赋天性 都压抑没了都 你是在指责我吗 小地瓜长这么大 你带了几天 我带了几天呀 你觉得你有资格 对我指手画脚 儿子 你慢慢吃啊 爸爸和妈妈说会话 你过来 我不去 小地瓜 干吗呢 做好了 把饭吃了 快点 不是 陈晴 你是不是有病 你当着孩子那儿 你长什么 我嫌疑 好 你 好 你 啊